我觉得我跟长好比 我这个职业就太普通了 我这人就更普通 在公司老板都不知道我的名字 他每次叫我都是 那个那个王涛是吧 给我的感觉就是 反正我也想不起你的名字了 那我就吃你一个吧 有一次他把我当王涛骂了半天 我也没纠正他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嘛 王涛在旁边也不敢纠正 他不知道老板是在指路围码 还是在指上骂怀 我不想上班 不是因为老板叫不出我的名字 是他这个人抠得有点太伤心病狂了 永远把钱省在刀刃上啊 前段时间跟我们说 明年咱这个无线网就不打算续费了 你们想办法去乘隔壁公司WiFi吧 不是咱们公司已经开到 找笔通光的程度了 那我到隔壁面试去好不好啊 我要是过了呢 就留在那边不回来了 我要是不过 还能把他们WiFi密码给你带回来 光在公司省钱我就忍了 还总在后面给你贴乱呢 说自己特别懂技术 我们在前面坑哧坑哧写代码 他在后面熬夜帮你改啊 然后一行代码给你改进去五个bug 我就没见过写bug这么专业的人 你说他懂技术吧 这里边有五个bug 你说他不懂吧 他能改进去五个bug 他对别人代码要求特别阳格 自己写的东西跟谜语一样啊 我就试问哪个正常人 会把自己的代码起名叫 Are you okay 还有一次老哥给代码起名叫 It's ugly But useful 我点进去看确实很ugly 就想看一下他到底有多优质风 我就把整段都删掉了 发现毫无变化 我就给他代码改了个名 It's nothing But ugly 最近他又开始梦见什么狼性文化了 开始在公司搞末位淘汰 每个月开除一个表现不好的员工 这哪里是狼性文化啊 这不是狼人杀吗 咱们公司一共就杀人 就别末位淘汰了吧 我自己离职就得了吧 临走之前我老板还假惺惺的跟我说呢 王涛公司离不开你 我就知道我自己做了个正确的决定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